什么是菩提心的 在这些年 我们都把佛法用最前显的字句来说明 大家容易懂 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心 真不是虚妄 所以实则不虚 真则不假了 用真诚心 对自己对别人 对一切众生要用真诚心 所以真诚心是体 它起作用 对自己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对自己 对一切大众是慈悲心 爱心 这叫发菩提心 多送大臣 这个很重要 你天天跟圣贤人接触 圣贤人虽然不在了 圣贤人的书在呀 每一天读圣贤人的书 就没有离开圣贤人 我读佛书 没有离开福 我读书 没有离开孔梦 我读新旧约 没有离开摩西 没有离开耶稣 我读古兰经 就没有离开摩罕默德 这都是一些人 底下是 身心因果 因果是此事 任何人也没办法否定 众善因 一定的善果 造卧业肯定 有不善的国报 所以是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最后一句 劝尽心者 前面十句 自己要做到 幕后的时候 要教人 要把这个道理 要把这个修学的方法 事实真相 常常讲解给别人听 你看这个是一句 大乘佛法 修学的中纲林 中原则 不论是大臣小臣 显教 立教 在中国有宗门 教下 无论是 哪一个宗派 都不能违背 这个原则 这也就叫佛教 这也就叫佛教